然后他就给我留下十万块钱的存折 跟我说对不起 就算是把欠我的钱加倍换给了我 没想到你有这么一个老土的爱情故事 我又多了一个比试你的理由了 你可别嘲笑我啊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事情的 我记得当年把这个故事写到网上的时候 就引来了一大批共鸣 然后就有了很多粉丝 然后我就莫名其妙成为了网络携手 后来我就发下试 要成为唐家三少唐七公子 走向人生巅峰让江海后悔 没想到两年过去了 我还是那个唐楠楠 傻瓜 谁年轻时又没爱过几个人家呀 对错的人念念不忘 这不是放不过自己吗 谢谢你啊 谢什么 谢谢你的三轮车 谢谢你的莽撞 谢谢你用自己都不太懂的道理来开导我 也谢谢你 让江海彻底组出我的生活 不客气 你不也成功把莫莫 从我那尊重删除了吗 我们去平安 别停好吗 你曾经空了吧 把我刺进去吧 傲娇 单纯 幼稚我都可以接受 但我就是接受不了我的男朋友 接不住我的电话 我的生日和我们的每一个 我一定会记住的 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 都会是纪念日 我怎么办 不是 不不不 不不 你不不 你这本书的出版计划被推迟了 原因是我们要给你推新书 我还没有开始写新书 马主编 这本封面我们都给你设计完了 这本书不能出版 这本书是我随便写的 根本就是一些见不得人的东西 这怎么可能出版呢 唐楠楠 现在网上最火的 就是你这本书的同名话剧 连带着这本书也火了 现在已经预定出去十万册了 所以一定要出版 至于你自己是不是喜欢 这件事情不是那么重要 这是你另外一本新书的喜欢 你也看一看吧 任心肉的十大产地 这都什么鬼啊 其实呢就是一本游记 我给你一年的时间 到世界各地去走走 看看包吃包住包车马 那也就是说我可以全世界游了是吗 谢谢马主编 这你没见过是那个样子 做一下回话 是 喂 我刚刚要给你打电话呢 我刚才到一份我梦想当中的工作 简直就是为我的梦想定制的 要去年啊 要用整整一年的时间 去好多好多地方 要看好多好多美景 南南 你知道我一直在设计一个应用程式 我想自己创业 最近终于有了进展 可是如果启动的话 就要在北京待着 我知道 我知道你现在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所以你就乖乖在北京等我回来就好了啊 只要一年的时间 很快就会回来的 哦 我舍不得你 好吗 哎 我来电话了 喂 妈 南南 姥姥的情况都特别好 放心吧啊 真的 那她现在能看清东西吗 你现在有没有不舒服呢 南南 嗯 妈 有件事我得跟你说 医生说 姥姥的眼睛还有别的并发症 最多还有一年的时间 她就会彻底失明的 我终于休息了 你姥姥天天都在念叨你 趁着她眼睛还能看见 你就赶紧回来让她好好看看你 啊 行了 我先挂了 我去照顾姥姥了 别着急啊 我们明天就回去看姥姥了 嗯 嗯 初后 我从小是被我姥姥带她的 她为我牺牲太多 她连那个城镇都没有走出去过 我想带我姥姥去环游世界 我想在她眼睛还能看得见的时候 带她去看看这个世界有多精彩 我必须要离开你一年了 对不起 楠楠 我陪你们一起出国 我来照顾你和姥姥 那你在北京的创业呢 如果现在离开了以后 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怎么这么容易被骗呢 是这样的啊 有的人创业呢 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像我这种富二代 怎么可能啊 三分钟热度嘛 再说了 我麻了没有钱 下次再说呗 就这么听了 乖宝宝 来吧 先生您知道小姐的纸群号吗 好吗 先生您想好了吗 先好了 欢迎你再次关门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对不起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唐大大大 开门 开门唐大大大 唐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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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祝侯 我走了 现在的我 应该带着姥姥在越洋的飞机上了 期待着即将开始的旅行 也忍受着与你分开的痛苦 和你在一起的日子 是我最开心的时光 我喜欢你傲娇 任性 孩子气 离开你是那么的痛苦 但是 我还是要走了 那天你说创业对你来说 只是三分钟热度 你知道吗 你撒谎的水平 真的好差 你让江海走出了我的生活 也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 为了爱一个人放弃梦想 只会让自己失去自尊 祝侯 谢谢你愿意放弃创业来陪伴我和姥姥 但我不能变成第二个江海 用爱情的名义来剥夺你的未来 亲手葬送你的梦想 面对面说出这些话 会失去离开你的勇气 原谈我 原谈我以这样自私的方式 说再见 再见了祝侯 一年